法官在發言時 他有提到關於濫用戀彈申請的一些情況 我提出了他關注到申請戀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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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在同行見聯都非常關注香港免勵犯申請的問題 我們有很多羅杏戒指的人士來香港申請免勵犯申請 但是成功率非常之低 很多我們都叫他們做假難民 他們在香港都做了很多的犯罪行為 也有很多秘密的新的企業 亦都令到我們香港社會每年要花十幾億公帑 我們特別關注到這個問題 而我在立法會也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專門關注這件事件 今天終於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都同樣關注這個免勵犯申請的審合機制的情況 他亦都支持適動修改法例 令到行政和司法機關更有效率地去處理這些 號刑申請和免勵犯申請的個案 我們都非常認平 我們看看資料 針對免勵犯申請的司法覆核的許可申請 在2017年開始是大幅飆升的 之前2015年是103宗 2017年已經升到1,006宗 而2018年 去原眾法庭提出司法覆核的許可申請 已經去到3,000宗 大家都知道現在 申請免勵犯申請的一些上訴的個案 其實還有6,000多宗 我估計大部分這些上訴的個案 亦都會去申請司法覆核 可以想像現在3,000宗 未是一個完結的 可能接下來還有幾千宗 會去申請司法覆核 這些這麼大量的司法覆核申請 其實對我們香港的法院 造成非常沉重的壓力 亦都直接影響了 同樣需要這些法覆服務的 本港各階層的人士 這個對整個香港來說 是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都要求 就是保安局提出 不同的一籃子的方法 去修訂一些法例 去盜絕 去阻止這些濫用免勵犯申請的情況出現 早前 國安局已經提出了 很多不同的招數 去修訂法例 接下來應該說會修訂法例 去防止這些申請人 濫用免勵犯申請 其中也有提到 就是當他們上訴失敗 他們提出遣返申請的期間 這些人士 其實都會繼續遣返他們 回原居地 這個其實 當我們在小組開會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聽到 有一些立法會 其他議員的反對聲音 但是我們民建聯 是支持政府這樣做的 因為剛才你們都看得到 今天馬道立 這個首席法官 也都已經提出了他的憂慮 和他也都認為政府 都應該去考慮修訂這個法例 可以見到這些問題 已經是迫在尾節的了 所以我們支持政府的相關修訂 另外我覺得 政府當局也都應該要繼續 研究其他的措施和可行的方法 更有效地去導絕 這些濫用免勵犯申請的 假難民的問題 包括就是 現在他這次提出的修訂裏 沒有提及的 而我們上次開會有說過的 我建議過的 就是為這個公費的法律支援 設一個上限 因為其他的外國很多的城市 其實公費的法律支援 是有上限的 但是我們現在 免費的法律支援 但是我們現在免費的 就是免費的法律支援 其實是沒有上限的 那變成了 好像在鼓勵著 這些免用者去 去免用我們的程序 以及虛耗我們的肩膏 另外我們也都很緊張 收容中心的問題 我們認為如果有收容中心的話 是會更加進一步去減低 這些濫用的憲法申請者 來香港的誘因 因為始終我們來香港 大部分都是來香港 賺錢打黑工 或者從事一些非法的勾搭 這個是我今天的錄影 那上限關呢 你覺得其實政府可以 如何去收 如何去收那個法例呢 例如 如果他們可以上訴太多次的 或者可能是收到 縮短他們上訴的那個年份 那會不會對這些東西有幫助 其實這次政府提出的一些收典 已經提出了的 就是他申請上訴 其實是有一個時限 以及申請期也有一個時限 其實上訴方面 已經提出了一定的解決方法 但現在我們去到的就是今天 我們特別關注的就是 濫用這個司法覆核的問題 那現在要處理濫用司法覆核的問題 上次政府提出了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當他們上訴失敗 而申請司法覆核的時候 就漸然都可以將他們遣返原居地 那這一個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我剛才提出的另一個建議 就是政府參考外國的一些做法 就是為公費的法律支援 就是設一個上限 那這個呢 因為你當設了上限的時候 就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去濫用 我們的一個司法覆核 或者其他的一些機制 但是擔不擔心這樣 可能外界有些質疑 會好像和國際的做法不同 就是可能之前都說 有些禁止控制公約 國際上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這麼接觸 就是好像不專注人權 會不會擔心外界有這個質疑 我經常都聽到 就是用人權來做一個黨字牌 但是我想我們很多市民已經發出了足夠的聲音 就是當你保障一些真的難民 就是有需要的人士的時候 其實香港很多市民都很同情 他們願意去幫助 但是當現在我們出現了大量濫用 我們香港人同情心濫用我們這個 這番聲請 甚至去到濫用我們司法覆核的情況 從而影響了我們整個社會 甚至影響了我們現在法院的運作 我們就要非常小心去謹慎 人權這兩個字都不能濫用 例如什麼案例會覺得是濫用的 例如今天是這樣 其實我剛才也說了 香港我們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 阿瑪道立其實今天都已經提出了 他都關注到現在 我們去到一百年 我們已經有三千宗的 免疫犯人士申請這個司法覆核 我們現在更加面對的就是 我們還有六千多宗的上訴 在處理當中 而看回現在的情況 很多申請上訴失敗的這些個案 也都會去申請這個司法覆核 那麼我們的法院 我們的法庭和法成家 在這麼大量去處理這些情況 那麼大眾社會都會認為 是有濫用的情況 那麼我們怎樣可以盜絕 這些濫用的情況呢 是我們政府必須要去處理的 謝謝 謝謝 謝謝